作词 李宗盛 命运是浩瀚之中的那一座门 纵观星途将信念连旧如生 谁在听那声契约 契约能为这里荒芜的魂 刻上凌冽伤痕 生存着幻想过的那里残阳 相望着憧憬过的山水琳琅 停不下的脚步 蹒跚了月起了 有地下在群星之中 上演奋云一场 谁走过一周红荒 舞蹈沧桑 见证了尘埃勇气的净套海浪 谁写下千年无体 一绝天光 在路上 与信仰之首相望 这里面一定是另一片空间 要不要赌一把 如果你想赌 我陪你 怎么回事 满不成那小子 已经离开了天妖秘境 还是说 他身上有遮掩血脉气息的宝物 不可能 再试一次 再试一次 二位可是来自星辰大陆 正是 不知此处是什么地方 无极界 无极星门 早就听师兄说过无极界 没想到 真的存在 既然这里是无极界 那么无极星池 十有八九就在此处 我是邱木鼎 他叫周元忠 我们都是无极星门的长老 二位 你们是哪个宗门的弟子 怎会来到这里 我二人是小宗小门的弟子 不值一提 在下名叫陈兴 这位是我的师姐穆青兰 我二人在天鹣秘境试炼 无意间进入这里 都有打扰之处 还望见谅 不知能否借到 让我二人返回星辰大陆 你们既然来了无极界 就不用再想着回星辰大陆了 为什么 无极界已被封印 与星辰大陆之间 没有空间路径 可这不就是一处空间路径吗 那是通往天妖秘境的空间路径 因为某些原因 我们暂时不能返回天妖秘境 能否让我们在归地暂时停留一些时日 再从这儿返回天妖秘境 恐怕不行 无极星门有古训 无极界隔禁不可出 曾经也有人意外闯入这里 他们最终都留在了这里 度过余生 既然无极星门有此古训 那我们便入乡随俗 我看这无极界的山水秀丽 并不迅算于星辰大陆 久居于此也未尝不可 你们远道而来 现在还不知是敌是友 就先在无极山上住着吧 无极界已经有数千年 没有外人踏足了 相信六位门主 对你们很有兴趣 六位门主 不错 无极星门有末室 习室 吏室 义室 忠离室 申徒室 六大家族合力管制 实力越强 排位越前 行 那我们遵从各位安排 这位是大门主 这位是大门主莫香辰 这位是二门主席应天 这位是三门主立人风 这位是四门主义天行 这位是五门主钟离百 这位是六门主神徒宏 六个人中 有两个星魂镜四遍 四个星魂镜三遍 一个星魂镜五遍都没有 二位 我们这里 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星辰大陆的人了 你们能说说 星辰大陆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十数年前 星辰殿殿主盖天穹 打破了三族鼎立的局面 他击杀了星辰公公主 占据星辰大陆三分之二的疆域 实力极胜 又是这个星辰殿 一万三千年前 我无极星门作为五道圣帝 也曾在星辰大陆叱炸风云 当时有一名天才舞者 叫顾星辰 与我无极星门结了仇怨 后来他修成星帝 创立了星辰殿 在一次天外之行 暗算了我们的始祖 无极星帝 致使星帝作画 我们不得不搬入无极界主避难 从此凋落至今 你们两个 不会就是星辰殿的弟子吧 不 我们是太玄山的弟子 不管你们是谁 都无法离开无极界 我们会为你们安排住处 多谢门主 这里就是你们的住处 记住 除了刚才所说的安全区外 不要乱跑 走 去二楼看看 名为照料 我看更像监视 我们真要在这里久居吗 当然不 那么说只是缓兵之急 我们需要时间休营 顺便躲避谢青石 而且 我对一个地方很感兴趣 它多半就在这里的某一处 什么地方 无极星驰 都无极星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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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ly 不雅夜 都无极星驰 都无极星驰 与你 两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